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消耗再拨 对不起 喂 沈伯 林总在吗 刚刚打他电话打不通 我有一件事情 想要找他核实一下 顾总是 林总不在啊 他去哪儿了 刚才警察来 把林总给带走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也正在了解啊 好像是跟这个 家务长的债务有关 那现在林总在哪儿 他现在在公安局 系录调查嘛 林总的律师马上就到了 来这样 您也到办公室来吧 好 董事长 这些当局 顾欣言通通都不签字 理由呢 数字不对 要求我再核查 这个顾欣言 真的恨我们不贴心啊 现在该怎么办 单子先放在这儿 你先去忙吧 好 叫林薇进来一下 好的 对对对 都在这儿 请 律师到了 您好 台律师 沈助理 您好 这位呢是我们顾欣言顾董事 顾董事您好 谭律师您好 不好意思啊 刚才堵车来晚了 没关系 谭律师您坐 谭律师啊 事情比较紧急 我呢先把情况 给您介绍一下好吧 您说 我们以往呢 收购总公司经营之后 引发了一系列的负面新闻 导致了经销商呢 有车柜现象出现 没有及时给工厂结款 工厂呢 就欠了代工厂的钱 所以代工厂呢 现在就开始闹事了 我明白了 这其实是一起 连带责任的问题 没问题啊 只要把具体的分局地址 跟当事人的姓名给我 我马上去跟林总会面 那太好了 这里有您需要的信息 林总那里就拜托您了 我现在马上去代工厂 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好 好 谭律师我先走了 好 老谭律师 来 喝水咱们把这情况聊一下 我告诉你 现在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就是还钱 说什么都没用 是这样的 您们签的合同叫做 委托加工合同 责任方应该是工厂 而不是东城 你们不应该说 随便就滥用警力 把东城的人 就这么随随便便地 就给抓走了 我不管什么合同不合同 现在工厂的人跑了 我们当然就找你们东城要钱 你们也要拿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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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最没有想到的就是 孙长长会卷款潜逃 东城该付的钱可都付了 这件事情应该跟我们 没有什么关系 当时 你们是用什么方式付款 这种工对工的业务 都是公司财务部负责的 好的 我明白 刚才我到你这来的时候呢 顾兴严董事 动生去了代工厂 我会联系他 请您转告他 我没事 另外 以望已经开始交接 让他一定要注意细节 好的 我会转告他 谢谢 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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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辛苦工作了大半年 到头来 一分钱没看见 现在人还跑了 你让我找谁去 你要是把钱拿出来 我们就撤诉 大哥是这个样 姑娘 不是 姑娘 你是东城的老板吗 不是不是 大姐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们先起来再说 姑娘 我知道你是一个说话 能够管事的人 好 姑娘 我求求你 求请你把钱还给我们吧 我们辛辛苦苦地做了这么久 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呀 我们全家还指望着这个钱 给我女儿读书用 姑娘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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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来来来 大姐 你先起来 大姐 大姐 来来来 孩子 你也先起来 你们放心吧 你们的情好我 关钱吧 你们平时坐在高楼大厦里 指挥着我们的工作啊 你们今天不把钱拿出来 就想拍拍屁股走人 没门 对 关钱 郭老师 再送你下去 场面会失控 会有人声威胁 关钱 关钱 这样 你下去的话 先让司机把车开了 你怎么下断你 好 关钱 关钱 好 好 大家现在的情况 我们心里已经知道了 没问题 我们现在就去想办法 给大家解决问题 好吗 走 对 我们现在去想办法 给大家解决问题啊 行 他可以走 你必须留在这儿 行 走 你先走 走 现在 大家的情况 我都已经知道了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一样 您们签的的确是 委托加工合同 责任方的确是在工厂 但是没问题 我们东城肯定也会有责任 请大家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好不好 这样 我先去上个洗手间 等我回来 我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 回来 别爱着 别爱着 大哥 我从早上过来到现在 我一口水都没有喝 我一次厕所都没有去上 我上个洗手间行吗 我回来我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 行吗 跟他去 谢谢 来来来 让你请 请 新娘怎么样 没事吧 没没没 我可能这个高跟鞋吧 穿的实际 有点太长了 脚比脚都痛了点 张开 快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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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东 你真的跑得好快 我以前经常被人追 都已经有经验了 我以前经常被人追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现在这样的情形 您打算怎么处理啊 回公司之后 你先从财务那边 调拨一笔款过来 我们先垫付 他们都是一群老实人 都是靠手艺吃饭的 靠自己劳动挣钱的人 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 好的 我知道了 喂 谭律师 现在情况怎么样 你放心吧 情况并不复杂 不难解决 那太好了 林总现在怎么样 她挺好的 警察只是例行询问 对了 林总让我给你稍句话 您说 她说 以往开始交接 要注意细节 我知道了 谢谢您 好 喂 明康 工厂停工了 我现在已经临时 调拨了一笔款 把工人的工资给补上 但是这工期不能 无休止地耽误下去 你看看你有什么办法 时间这么紧 再去找新的加工厂 肯定是来不及了 这样吧 我马上去找 有生产能力的供应商问一下 还有那些 有自以赋加工厂的合作品牌 看看有没有可能 临时借给我们一条生产线 好 就这么办吧 嗯 你还要去找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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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边是谁在负责交接一问 是我 有事吗 你跟我来一下 顾董事要见你 什么事啊 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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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事啊 怎么办啊 妈呀 怎么办啊 这上面的数字 根本就对不上 你们财务部是怎么审核通过的 是怎么交接工作的 我 我是按领导要求办的 哪个领导啊 孟总监呀 他拿着您的签单来跟我对接的 而且手续齐全 我们也是按刘成办事 你说我的签单 你找给我看看 这个 这个 这个根本就不是我的签字 这个 我也变成不出来啊 已经交上去的报表 尽快地全部作废 重新审核 以后再遇到有任何我签字的单局 一定要打电话给我逐个确认 好 那我先去忙吧 好 这 我先去忙吧 都一定会吵孩子 你耕着我 我知道 你我刚才不找我 叫我 也不找我 所以我还找我 你手机会 我自己变成 你能这么想 你是个人 你去忙吧 我来 李主任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林总把一万交回东城市对我的信任 没想到现在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会尽快查的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这三百万的事情先不要生长出去 以免打草惊蛇 一定要保证余下款项的安全 如果他下一步还有行动的话 告诉我 好 好